調色時間 我真的覺得Adobe軟體公司真的不太OK 他們的軟體真的是一直閃退 然後莫名其妙的故障 然後沒有回應 真的很受不了 就你用得很正常 然後他就忽然跳出來故障閃退 那我很早就已經使用Adobe的產品 從CS5就開始使用 我還有買那個成品 賣的那種CS5 厚厚的一本 然後教你如何用每一個軟體 我都有買 然後 他還是這樣 過了這麼久 到了2021年 還是這樣 一直閃退 我覺得這已經不是什麼硬體的問題了 就是什麼你的規格不太好 或者是你什麼東西不太好 這完全不是這個問題 就單純只是Adobe 他們的軟體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可能就是 修改一下嘛 為什麼不改 他已經用那麼久 然後每一個都 停止回應 真的是受不了 那我現在見可能所有軟體能不用Adobe的 我就不用Adobe 像是我們的之前 Premiere Pro 我撿得很開心 那我現在直接整個跳到 DaVinci Resolve 穩定很多 速度也快很多 雖然也是一樣 有一些奇怪的Bug 但是 我覺得他改善的速度 快 非常非常多 不像Adobe CS5 就已經開始有這些問題 然後到現在 CC2021 都還是有這個問題 那我就單純保存一些 Photoshop Illustrator 跟我們的Lightroom 這三個軟體 因為我覺得目前還沒有東西可以打敗他 我Lightroom有慢慢的跳到另外一個 叫做Luminar 之前有合作的公司 但是 他的速度真的是有點慢 所以我還是 有時候速度需要快 我還是會回到Lightroom 去處理我的照片 但是 就盡可能 如果有另外一個 可以取代Adobe軟體的 公司啊 或者是 軟體啊 不用公司 就是一個軟體 那我就會直接跳過去 因為而且是買斷的 不需要一直付錢 也輕鬆很多 你看講了這麼多 還是停止回應 我只好把它重新開機了 反正你很嗨 你知道嗎 好 謝謝 這是一個很兼購的 兼藝 兼藝 我們要給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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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